我們來看一下這題目 如果要利用示意圖圖3的水平螺線管 驅使本實驗的龍蝦在螺線管內向南邊移動 那麼在P點的電流流向還有產生的磁場組合 何則是正確的 我們後來推論出龍蝦的方向就是磁場方向 我們推論出龍蝦的方向 龍蝦的這個移動方向 就是根據剛剛的實驗 我們推論出龍蝦方向 就是磁場的方向 磁場我就寫B 好 那我們想要控制龍蝦是向南邊 那代表說我想要讓磁場方向是向南 磁場方向向南 這個是螺線管內部的磁場 因為他說龍蝦在裡面 我希望他向南 那邊是北 我們就根據安培右手定則 大拇指是磁場 是指是電流 所以這個電流呢就會怎麼樣 這個電流就會這樣 電流這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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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這個電流的方向 就會從P 然後呢 進去螺線管 所以從P點 進入這個螺線管 然後呢 這個方向是水平向南 所以本帖答案就是什麼 本帖答案就是選 D就可以了 來龍蝦方向我們剛剛推論 就是他的磁場方向 所以本帖答案選D就可以了